草城石間,園起草山南坡,流入城門水塘 全間大部分時間都在林蔭裏面 第一段沿途碎石河流,平緩好走 第二段有些瀑布小潭,是全間最精彩的路段 第三段較為昏暗,大石散亂,藤蔓滿布 其實是可面側面的 這次就帶大家深入窮園 看看草城石間最鮮為人知的一面 今天的行程首先會由城門水塘的菠蘿巴起步 圓環塘徑,走到城門水塘的最北端 進入草城石間,園間上索 一直去到窮園圓礦拷,圓遺益順經回走回城門水塘 之後走回去菠蘿巴園食行程 好了,我們從菠蘿巴出發 今天是聯城山人物近 來到一個位置,落塘邊看看風景 前面就是菠蘿巴 接著我們沿塘邊的路,一直繞過半個水塘 現在來到石屎路 這就是著名的城門景點,八千層 下面就是水浸八千層的位置 有名的樹根地方,就是水浸八千層的地方 不過呢,現在乾塘的情況 這樣呢,又另一番景致 城門水塘的水位低到... 入間之前,最好在這裡去廁所 最後的廁所位 灰橋,即是大城石間的入口 大城果然是好水 那麼我們是過了灰橋之後 前一點就下去草成石間 到這個分岔路口 就向著水塘煮霸的方向下去 來到這條橋,就代表可以落間了 在橋前看到這個半塘徑這個牌 旁邊 就有一條樓梯可以落間了 下到尖的左邊就是上沿的位置 我們就是向這個方向上梳 初段這裡要少少尖水 因為兩邊都沒有位置走 前面開始有很多大石 這條尖是比較冷滿 好處就是少些人 也有原因的 因為這裡就淋陰多 沒有什麼大瀑布 很多魚啊 這條間都很平緩 沒有什麼上落 有點滿 這個位置有個比較像樣的石景 這裡有一棵樓梯 環境很原始 是不是近來玩平衡 哈哈哈哈 嘩,終於來到一個比較像樣的潭 嘩,都落到大腿了 嘩,這個潭深 終於有個像樣的潭瀑布 開始有些大間風範 過了一半之後,條間開始像樣了 刻印上了一段瀑布 有個比較高的潭瀑布 有個比較高的潭瀑布 有幾個很好的潭瀑布 上完一段瀑布,就來到一個比較靜點的潭 又來到一個靜潭,前面就有一條瀑布 這個潭不想濕就在右邊 保住一個大石鍋 隊友走上路 輕鬆過來 這裏有個大潭 沿著左邊,沿著左邊 上了一個瀑布之後,有一段平緩的間圖 來到這棵嵗樹的位置 就是接近出間位 這裏就是一條山徑可以離間的 這裏有個VD型的山徑 穿過這條間,就是兩邊的離間路 一沒有水流的潭就會熟 隱約時從中,看到有個很像樣的瀑布 上來有個高瀑布 這個瀑布總共分三層 剛才大潭上來 現在是第一層 現在是第一層 第二層就在這裏 上去中間有一個小潭 跟著就上去主要的高瀑布 就上完三層瀑布 這條瀑布 這條瀑布比較滑 正上去就要小心了 過了三層瀑布之後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瀑布 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石材 和瀑布 上去這個瀑布應該是右邊有絲帶 沿著樹底 塗上去 好了,主瀑布是比較濕滑的 我們就在這裏 樹根這邊 直壁上去 這裏這麼滑 但是那裏很好 這裏有位置充足 這裏有滑 這裏在那裏上也有 但是這裏也不錯 很不錯 好,上完整個漂亮瀑布 就來到靜靜的位置 開始了 這裡都有梳落的絲帶指示 來到前面有兩個洞就是石橋的位置 最後都有一個靚潭 穿過時光隧道 原定我們就在這裏左邊石橋 就離間了 前面路況又不是太差 不如探望去吧 嘩!藤麥到 土城石間相縣 悶就悶點 不過都作為一個記錄 好! 來到這麼深入都還有絲帶 好了,這裡真是窮園了 應該這裡找個位置爆上去就是圓礦歐 好! 好! 終於上回到這條路了 有尖閃回來 有條紅色絲帶,大家留意 看了當中來了 不用走的了 好了,到完礦歐了 好! 好! 看回剛才出來間那條路 跟著就左轉 沿著石屎路去回城門水塘 沿著半塘經 出來波羅壩 那就完成行程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裏了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讚 留言 分享 和訂閱這條頻道 你的支持是鼓勵這條頻道的發展 為大家帶來更多的資訊 多謝大家支持生日凡人 每一天 他們都 vibe insights 明亮 三個月 樓 每一人 人